健康良年齡 有決心 有方法 健康一定零 現代人呢 每天接收的資訊很多 生活的節奏很快 所以身心壓力很大 很難體會到身心平衡和諧 和定與靜的那種美好 但是在台北市近郊 在座山上呢 有一座露天劇場 這裡的人們呢 每天透過定時的訓練 學會了深沉的定與靜 而且呢 他還把這種定與靜 透過表演傳遞給觀眾 讓觀眾呢 都深深感受到 身心平衡安定的美好 同時他們行有餘力 還教導一時迷途的年輕人 找到他們人生的方向 所以呢 很多人呢 都覺得想要來到這裡 跟他們一起學習 怎麼樣開發身心靈的潛力 學會定與靜 很多的父母 還把他們的小朋友送來這裡 我們現在呢 就一起來探尋 到底他們訓練的法寶和秘密是什麼 趕快來看 台北近郊 坐落於山林之中 有一處幽人神谷的家 開似簡陋的表演劇場 就位於二格山系的代老坑登山步道中 以特有的禅藝與自然環境 育育出響育國際的幾股劇團 我們現在呢來到的就是 木柵山上的老泉山劇場 這裡呢就是幽人神谷的家 那現在坐在我旁邊的呢 就是幽人神谷的兩位最重要的支柱啊 一位就是劉若宇老師 一位是黃之群老師 兩位好 歡迎你到山上來 對 我覺得這樣子的這樣坐著 坐禪的訪問方式也很特別 我想請問就是說 當初會怎麼會想到 要在這樣的山上 來開闢一個劇場 這是因為我在 在美國讀書之後 也是我遇到的一個老師叫李塔斯基 那我就跟他到加州工作了一整年 他工作的地點是在一個 就是加州爾阪這個校區的牧場 是霧場的話你看 可想而言之就是一大天 就是荒山劇場大自然 那這一整年呢 我們就利用這些自然的 包括天后的變化 就像白天晚上 或者是日出日落 都是訓練的課程之一 那所以我回國之後呢 我就一心覺得 需要跟我們自然 還是回到這種自然的地點 就是表演需要跟自然結合 我想一個人 當你跟自然相處久了 你會有某一種直立在轉變 那當然更何況就是 就是這些特殊的訓練方法 它也大多數來自於像 年生態就是民族 就是民族的原住民 都從世界各地的這種 年生態民族的 他們的傳統的 古老的人的訓練方法中 退出而來 就是因此 都在三立原住區裡 那我回國之後呢 就在想 確實也覺得這些訓練 對於這個時代的年輕人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那時候就想 剛剛好我老爸 就馬來在舟山這樣子 真的 姻緣非常奇妙 所以你就選定這裡 作為你們發展的CD 因為離台北市其實也很遠 那但是呢 你一上山來 它就是一個感覺 完全的與世隔絕的感覺 對 聽說有一段時間 是破爛不堪 而且還不能修復 所以到處漏水 可是即使在這麼困難的日子裡面 你們一直守著這裡 那到底是 為什麼你們會這麼喜歡這裡 在這裡獲得了些什麼 就是早年真的非常的辛苦 因為那個時候 大多數的團員也都是業餘的 因為自己條件不好 也不能夠付薪水 那有一年呢 我就真的坐在這個山上 我就想 這個山到底對我來講 它的意義是什麼 如果這個山真的就一直是這樣 我一個人在這個地方 就想它的力量不會發揮 我那時候就給了自己 許了一個願意 必須讓這個山屬於大家的 那我覺得姻緣很好的事 後來就是黃老師 黃志菊 那我們開始認識之後 我們就開始學打鼓 所以幼人神谷是在優劇場 就是我們在這裡待了五年之後 才開始 才開始的 對 黃老師來之後 包括旗鼓之外 它也帶來的進度 所以整個這個山 好像就在這個環境裡面 那個人的力量 也在這裡落下來 就安靜 就好像修行者一般的過著簡樸的生活 刻苦的環境 嚴格的訓練方式 造就了無數場不朽的演出 對幽人來說 想要修行 就要先學會打坐 那麼幽人所謂的打坐禪修 是從哪裡來的呢 嗯 是 那個剛剛劉老師有講嘛 就說你把打坐帶進來了 那你為什麼會覺得 這樣子的修行或者打坐是重要的 嗯 我在二十年前 當我在印度旅行的時候 遇到一個師父 那那個師父教我一個法門 叫做活在當下 他說其實這個世界上 真正存在的片刻 就只有在當下 其他過去跟現在 或是說未來 都是虛幻的 都是不實在的 因為當下是最真實的 所以那時候就跟他 就學了一些 學如何在當下的一些法 比如說怎麼走路 怎麼吃飯 原來當下就這麼簡單 就怎麼聽 怎麼看 對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說 從這樣的一些 非常簡單的 實際的當下的當中 有人會體驗到一種 很多的感受 很多真實的一種力量 會回饋到自己的身上 所以從印度半年 這樣的禪修 就我就帶回來 這個禪修方法 就是來到這個劇場 很自然就會跟吉古 就產生那個結合 就你從這個藝術總監 創意總監這樣的立場來看 其實黃老師的這套打坐 怎麼樣豐富了劇場 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說要打坐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自己 還沒想到那麼多 可是卻在心裡面 產生一個夢魂的感動 一開始吉古那時候 團員們才說 就每天跟著他在山上 才七個人 早上我們要四個小時打坐 下午才開始一棒棒這樣打 那時候每天一坐下來 就覺得好像怎麼那麼 就是說還發現自己這麼長 活了那麼久 從來沒有自己這麼安心的狀態 就心安 一個那麼心安的狀態 安靜 對 除了打坐以外 還要打拳 幹嘛要打拳 因為我們的吉古的方式 不是只有手腕 而是只有手背的力量 我們希望就是說 透過整個身體的運動 整個身體的配合 跟聲音跟音樂做一個 所以我就把打拳的基本功 所有的一些拳塑等等的拳法 也加入到這個訓練當中 優人神谷的團員 每天清晨必須上山練拳打坐 午後再跑山擊鼓 他們把藝術融入生活 也讓生活進入藝術 除了嚴格的訓練之外 優人神谷的足跡更踏遍了台灣 以及在世界各地演出 優人神谷在台灣現在真的是 大家非常非常的重視 而且引以為傲 因為它跟雲門一樣 都是台灣之光 而且在國外也廣為人之 所以像大家對雲門也非常熟悉 那我們就想想說 那優人神谷 如果你們自己來看自己 你們會覺得你們表演的 中心的思想是什麼 你想傳遞的是什麼 我想早年當然一開始的時候 我從加州回來 那時候我帶著一個想要去了解 自己文化的這樣子一個初衷 因為在普超前面訓練的時候 確實被他放途到 你身為一個這樣子一個文化被子的 一個中國這樣子傳承的現代人 那麼你跟你的文化裡面的 這個部分是什麼 當一個人可以看見自己的紛亂時 就有機會讓自己安靜下來 優人們用腳親至大地 以走一天路打一場鼓的雲腳方式 淬鍊自我 對優人來說 雲腳也是一種難以言喻的訓練方式 從裡到外 從心靈的進化到外在的人事物 幫助個人走出自己的障礙 也幫助個人走進別人的心靈 我記得你們就是說訓練 也就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就是有一年你們去行腳 雲腳台灣 那也非常的轟動 對 為什麼雲腳對你們也是重要的 其實雲腳這個部分呢 跟我們剛前面打作一個 畢曲同工的部分 就是像其實早年的出家師 他們也會去行腳 像苦行僧 所以我們就是等於說也是選擇了 這樣子一個對自己苦行僧的 一種角度的方式 讓這些團員們 就給你們大家可以在 不斷的一個簡單的走路過程當中 然後讓這個 就所謂的煩亂的內心呢 慢慢慢慢能夠被凝禁 就是也能夠被淨化 它是有這個幫助的 那其實呢 優人神谷 還有更多讓你身心安定平衡的訓練方式 有一個聽說叫神聖舞蹈 那是什麼 我們待會要繼續來聊 下集再見